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好 有一位学员写他的问题给我 然后他说他是很悲观的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什么什么也都觉得那个是有问题 什么也都有问题 我跟大家分享一点 你的人生 如果你是悲观的 你的世界就是会悲观的 你的世界是来自于你怎么看 怎么对待 那个悲观的是你把自己的世界 你用一遍凹凹凸凸凸的心境 你再看这个世界 你看不懂实相 看不清实相 因为你用你所要的 看不到你所要的 那个都是用自我再看 看 只想找自己想要的 但是找不到那个十全十美的世界 所以你的世界 所以你的世界就会一直在分裂 施杀 冲突 你转发 Gabby 哦 精致 garn�呢? 一切唯一切为心灶 这个含义很深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理解 外面客观实相存在的世界 没有问题 外面客观实相存在的世界 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 你是怎么去看的 是在我们这边心境的问题 你的心境凹凹凸凸 你看的是你的心境凹凸的心境 所反映出来的世界 但那个不是真实的世界 不是实相的世界 那是你凹凹凸的心境 所看出来的你的世界 这样了解吗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很重要的大原则 不知道一切要回来 从净化自己改变我们的观念 心态认知 不知道从这里下手 所以都一直怪外境 怪东怪西 然后就是要去改变外境 改变什么 改变不了就消极悲观 而不知道真正最根源的核心 是在自己的心境出问题 所以一般人解决问题 都只是在支流末节 在对付外境 在治标 而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所以佛经里面也提到 一个人如果能过来到 他的心真的清静了 他的自我真的淡化了 自我来到消融了 他是一颗真正清静的心 心静 国土静 你真的是一个清静的心 你所看出去的世界 那是无比的庄严 这个大家要好去体会 所以千万不要再怪外境 你怪外境 你绝对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只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冲突 你还是活在枯海底的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净土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天堂 只是您心有没有清静 你的心凹凹凸凸 你看出来的就是一个 很丑陋的世界 很多人都会认为 那个是事实 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是怎么样 因为你的心凹凹凸凸 我在讲课里面有讲过 三面镜子造出 三面镜子 它的凹凹凸凸的情况 不一样的程度 很多人还是读不懂 我讲过很多次 但是很多人还是读不懂 我讲的第一面的镜子 是凹凹凸凸情况 很严重 然后加上上面又有污尘 污垢灰尘 这是第一面 心灵的镜子 心净 第二面的镜子 它有经过净化之后 它比较凹凸情况 比较没有像前面那么严重的 无浊度也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这个就在修行净化的过程 到了第三个阶段 它是一面又平又明又轻的镜子 心清静 好 同样一只兔子 跑到这三面镜子的面前 所造出来的 会不会相同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最清静的镜子 造出来的是 十项的镜子 是一只可爱的兔宝宝 凹凸中等的情况 造出来的这只兔子 有点怪 但还可以 凹凸情况很严重的 又含有污垢的镜子 这个造出来的兔子 变成是妖魔鬼怪 把一只可爱的兔子 但是在他的心中 看出来的 就是很恐怖的一个动物 这个大家要好去体会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我看到的实相是这样 我看到的是怎么样 这是事实 错了 你被你的心境所欺骗 而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我眼见为凭 我亲耳所听 亲眼所见 我看到的实相是这样 但是 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被自己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被自己 这个凹凹凸凸的心境 被自我意识所欺骗 而不知道 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不知道 他认为说 我偏偏看到 是一个很恐怖的动物 很恐怖的场景 但他不知道 实相不是这样 真正的实相 不是这样 所以就像很多人 看到老鼠 哇哇大叫 觉得很恐怖 老鼠没有那么恐怖 那是因为自己的心境的问题 所以 希望大家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你学习 或是要修行 或是要成长 如果你没有去看到 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话 你再怎么学 再怎么修 你都一直在带着 自我意识 难道在 寻找你所要的 称恨你所不要的 你的世界还是在一片冲突不断的世界 里面 构筑梦幻 所以 为什么说 老子要我们 自虚及 守净度 你要 那个前面所讲的那些就是 你凹凹凸凸的心境 你看出来一个丑陋的世界 看出来什么 那个就是 你的心灵中毒 那个叫做毒素 实相的世界不是这样 你不要说 我明明看到是怎么样 因为你的自我 没有消融 所以 就是你还是不愿意 去承认 你这一片心境是凹凸凸凸 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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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小孩子 一个婴儿 小孩子 只要大人不给他 错误的观念讯息 不恐吓他 小孩子他看到 在大人认为凶猛的老虎 小孩子他们不会怕那些的 道德经里面也有讲 那些毒蛇猛兽 他们看到赤子之心的小孩子 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他们的 因为毒蛇猛兽 他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小孩子的心灵的纯净 没有任何的敌意 这是奥妙的地方 所以你认为那些毒蛇猛兽 那也是人被灌输了 一些复便的观念之间的印象 你带着这个认为 我看到的是事实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心已经 多多少少的 种一些毒素成分了 你的心 不是一个客观情境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来到 很如实的看清万事万物 狮子老虎 他们本来不是那么凶悍的 不是那么凶恶的 他们绝对不会无远无故来伤害人类的 一定是你去侵犯到他们的生活领域的 你如果不去侵犯他们的生活领域 他们不会伤害人类的 再来就算你不小心侵犯到他们的生活领域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惊慌 没有任何的恐怖 你是慈悲的 友善的 这些凶猛的动物 他不会攻击你 不会的 动物他们都有很高的 觉察力 感受力 动物他们都有 植物也有 植物也都有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重新来认识 这个世界不是一般人过去所认知的这样 不是这样 心 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 知见心态 自我挑战 不要认为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你被自己欺骗的很严重 你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说要觉醒过来 觉醒过来 人常常活在那个 认为我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而被自己欺骗 然后变成 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因为很笃定 而我们染污的实相 扭曲的实相 丑化了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 如实观 你要如实 如同万物 他的本来面目 来看 这个叫做如来 真正能够如同万事万物 本来面目来看的 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实相 但是 来 请大家好好体会这一点 你只要有带有自我意识 你就不可能 你就很难 很难做到真正的如实观 你只要带着自我意识的 带着成见 我们染污扭曲 你不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 你要得到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 重新来 重新来看待万物 重新来认识自己的生命 重新来认识万物 不要被积累下来的观念 把我们导向 就是这样的运作模式 因为人类 因为人类主流意识 导向的就是冲突对立 而不是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要学习到高等的智慧 好来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这位小孩子 他是事实上 他的智商是很高 很聪明的 我们从这里来看下来 然后就说 有一些创造家暴的行为 不管是什么事情 讲到最后 都一定要是他自己是对的 我爸就说 跟他们就是说 解决不了的时候 就一般就会用暴力 然后就一般会动手 或者怎么样 然后的话 我妈的话就一般 嗓门比较大 而且的话就是 而且说的话就说 骂人或者什么 就会狠吃啊 这种 然后的话就是说 而且会请求的一些事情 你讲吧 然后这也知道什么 其实我是想的 没有这家长课堂 我肯定是不会来的 然后我觉得家长课堂 实际上就是比我们学生要重要 其实我一开始就经常和他们说 我觉得实际上 要待巴士一天的是他们 我可能只需要待六天 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是来待巴士一天了 我觉得的话 我为他们付出挺多的 然后的话 谢谢大家 这幅画里面这个小人嘴巴特别大 就感觉好像是想要去说什么 去表达什么 然后这个人的话他是在最高处 他好像想要去冲破某种东西 去表达他想要去表达的 然后让人可以去听到 这是我的感觉 这只心里要不要再放开一下 我觉得一句话就能说出这么多 感到很惊讶 他确实是一个就是 在家庭里面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状态 在父母的面前 但父母就是也有爱他的部分 他也有感觉到这一点 所以这也是让他一遍一遍的呼唤他 我先走 喜欢同学 我点啊 556第一排 时间上的路上加级 第二排10个 这个这个这个10个人 我购买非常旋律 快点快点 来吧 救了 手机 手电视 打电机台有什么地方 我没看到个电机 二楼四号车 看到了二楼四号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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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什么功 没怎么办 这么功 我认为我不需要改变 我只是说是 这个学校要求父母一起去上 我才去上 因为我认为的话 这个家庭要改变 我不需要改变 至少不需要改变态度 我还是有所期待的 我觉得能学到些什么 但是真正能学到什么 我觉得要学了以后才知道 真的 这么大了 我想用心去学一回 我觉得我们的心封闭太久了 用心去感悟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这是第一集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位父亲怎么讲 大声一点 我不需要改变 要改变的是这个家庭 也就是别人 如果我要改变的话 我只要少部分就好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 问题是在别人身上 我是受害者 一般人都很容易把自己变成受害者 当他把自己变成受害者 当冲突之后 他把自己变成受害者 别人就容易 别人就容易 同情他 站在他这一边 但是问题能够解决吗 解决不了的 所以一般人 尤其男人更不容易 一般男人都更比较硬 僵硬 我不是讲你们 我说一般 所以你看 因为他们夫妻事上这个家庭 也很多冲突痛苦 这个小孩的妈妈 当然本身本来也比较强硬 但是他还是会想到 还是要去学 觉得可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而且他自己也觉得 我们的心封闭太久了 所以他还是会想说 好 来学一学 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但是当爸爸的他就有预设 我不需要改变的 好 来 我们再继续看下来 我希望大家 把这些场景 有时候你要扮演 如果你在家庭里面 你觉得你跟小孩子相处 不是很理想 我希望大家能够 从你扮演 这里面的家长的角色 他们就在扮演你的角色 然后这小孩子 他这里面的小孩子 就像家中受苦的小孩子 他们在跟你要诉说什么 希望父母亲能够听到 所以这方面都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你本身 你觉得你是被父母亲这样 打压受害者 那这里面的小孩子 他们也在扮演你的世界 所以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反观 来照见 来学习 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角度 好 我们再看下一篇 我是一面镜子 学校里面那单个时间 一有两周没上班 所以我希望他赶快尽快地改变思想 让我爸妈出来见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认为这个家庭要改变 我不需要改变 至少不需要改变态度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解打开 你现在你不参加家庭学校 你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这六天的家庭学校 我觉得一天都不能耽误 半天都不能耽误 半天都不能耽误 但是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确实我因为公司的每个人的岗位 这都不一样 包括星期五 我还有招聘 并且所有人都通知了 我要应兵别人 知道吧 都是老总安排的工作 我不能够把别人推掉了 你知道吧 我相信 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应该离开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正常去做 不是这样 这样吧 我明天是来的再谈吧 明天还要见面的吧 我说你这准备我没有批的啊 好我先答应你 好你先答应我 行行行行 好 那我先见他 好再见啊 好 哇 你可以不去 我会得去 孩子要是找我我的手里 怎么说呢 他们好像对这个 刚才聊着过你 对这个家长客人要求 感觉期望是很高 还改变家长 那要我改变 放弃孩子不上学吗 这永远做不到事 是不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 觉得江校长说的那个话 我觉得他有点夸张 就什么小孩 比 假如说 他爸爸不去餐 那个会 小孩说还会严重 我觉得他们太夸张了吧 说话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我根本都不相信这个 不相信这个 好吧 那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辅导老师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小孩子的问题 比较小 真正的问题 在于 大人的 对待态度 心态 观念 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 如果家长 没有去学的话 他观念没有改变的话 他知道 这是没什么成效的 因为小孩子回去之后 他还是一样 你大人还是用那一套观念 在要求 在对待 这个小孩子 他会更不信任 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 大人一定要来学 大人一定要来学 很多方面 你要重新来调整 你的观念心态之间 但是你看这个家长 就认为 你要我改变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觉得我有问题 什么小孩子的 能不能改变的钥匙 在我手中 哪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们 那些老师认为说 这个小孩子能不能改变 你家长的心态 很重要啊 这样知道吗 但是大人都会先预设 因为这个会去碰触到 人很不愿意去面对的 深层的问题 所以我昨天有讲 人要如此面对自己 是很不容易的 好 来 我们继续看下来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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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没有 好 要去吗 收拾整洁一点 老公,你不去啊,看看 好吧 你拔一下,拔一下,你孩子不在那里 对吧 他没准备的,你出钱了,看没有 好吧 好的 谢谢 我在这儿不在 在这儿不在 在这儿 现在是可以 试试试 高城家长跟小孩成仇人 真是 平时给他信任太多 给他自由太多实际上 你过于信任他了 对 你叫不要来 每次他出去 你看他都出山的时候 他晚上是世界中要出去 他肯定就上方去了 打电话死打也不会 但是有时候去不当天去了 寒天加倍回来 说不定就是鬼 从那个地方跑 跑回来到时间点了 是吧 爸爸妈妈怎么评价你呢 咱们来听一听 爸爸妈妈眼中的你 热情充满活力 善良 脑子灵活 有很多主意 对长辈有孝心 与同学关系融洽 这是父母眼中的你 家明是你吗 最后一个 还不知道是谁 最后一条 因为小子的时候 妈妈经常出差 所以非常想念妈妈 妈妈出差 经常给你打电话 你说 我看到别小孩 有妈妈在身边 我却看不到妈妈 我却看不到妈妈 这个时候妈妈泪如雨下 家明是你吗 是我 妈妈听到这句话 泪如雨下 他跟你说过这个 他当时的情绪了吗 没有 家明 哇 家明 好 下一个 有没有这样 知道我们孩子不上学 都为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上学 好 这样你也分享 刚才的爸爸 不知道是早恋的问题 你这次早恋的原因 我不这么认为 我跟他聊的时候 我不这么认为 我在跟张钊去沟通的时候 张钊跟我谈 他学习上的这种痛苦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说不想读书 他不是不想读书 他还是想象起来 他还是想读大写 我这么分析的时候 可能是他 原意是什么 原意是他学习跟不上了以后 然后他找很多理由 说这个学校的压力大 因为他从高一 就在二种高一高二 都没有这个 都没有这个 这方面 都没有这个事情 都没有这个问题 都没有暴露出来 说他感觉到 直到没提过说 二种的压力大 什么的 他没说过这个 我说我 我到现在我也怀疑 他是不是 骗你们的 我说的不是实话 妈妈怎么看 我觉得他也是 骗你们的也是 他心样子多 你知道吗 他轻易的 他不暴露他内心的 他内心 他什么事了 他不说 好 他说他想跳楼 妈妈怎么看 我相信 你相信 我不相信 好 妈妈为什么相信 因为我看他的表情 他 看着牙也红了 他当时他一直跟我 要叫我一块跳楼 当时 爸爸为什么不相信 我感觉他没那个胆 没这个胆 对 他是 他是试探性的 试探性的攻击你 你知道吧 他找着我俩的弱点了 你怕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都吓唬你们 曾经有一天 他说出去了以后 马路上 对面有那个盖高楼的 他说 爬在这上面就往下跳 而你让他跳啊 你让他上去 上他都没上去 你们觉得刚才这位家长讲话怎么样 麻木 还有呢 没有找自己的责任 只站在他的角度 还有 还有呢 根本不了解他孩子 还有一点 他讲话的态度 会怎么样 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你看 所以你看 这就是 他女人的心还是会比较软一些 他觉得 小孩子讲这些 他相信他会有可能 但是男人呢 我不相信 他没有那个胆 你看 这个对小孩子是很严重的伤害 他这个话 如果他没有回来反观 没有跟小孩子道歉的话 这个话会怎么样 会激怒小孩子 走上绝路 这样知道吗 情况本来没有那么严重 他认为 这个小孩子 他只是抓我们弱点 在恐吓我们 小孩子会发出这样的信号的时候 我们大人是应该要从中去 注意 小孩子发出这些信号 背后的严重性的 应该要设法去了解 为什么 我们的小孩子会有这样的心态 怎样去了解他 真正他背后 小孩子背后的痛苦 而不是总是怪小孩子不对 然后小孩子 要知道他已经 他内心很痛苦 他才发出这样的警告 如果父母亲再这样让他痛苦下去 他很有可能就走上自杀之途 这个本来是严重的警告 大人应该要注意去 怎么样去了解沟通疏导 结果你看 男人的强悍强硬 认为 我们本身没问题的 这个是小孩子的问题 他抓住我们弱点 在恐吓我们 然后还讲出更严重的 我相信他没有那个胆 难道你真的希望你的小孩子 要真的跳 给你看吗 所以 大人很多情况不知道 你那些气话 你那些刚硬的话 你是会把小孩子真的 逼上 绝入 自杀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就是 你如果不会处理事情的话 会让事情越来越尖锐对立 如果你会处理事情的话 你看到一些迹象 小孩子呈现出来的迹象 他已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信号了 我们怎么样去沟通 去跨解 而不是又在那里放发 激怒 看着牙也轰烈 他当时他一直跟我 又叫着我一块跳楼 当时 爸爸为什么不相信 我感觉他没那个胆 没这个胆 对 他是 他是试探性的 试探性的攻击你 你知道吧 他找着我俩的弱点了 你怕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都吓唬你们 曾经有一天 他说出去了以后 马路上 对面有那个盖高楼的 他说 爬在这上面就往下跳 你让他跳啊 你让他上去 上他都没上去 那个小孩子 他会越心灰异能 他们平时就说 我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上什么事 你让他干吧 他不敢干 基本上他们想不到 想到我不敢干的事 我基本上高日下半期 差不多干了个遍 三条高达线 戴手机搞得像 还有打架 其实他们只要 每一次说一次这句话 就说 你跳下去 你跳跳让他跳下去 你看他敢吧 他每次说完这句话 我就 我想再回家 我就孙子 我这里给大家 看一段视频 我们的郑州军 你站住好 我不上学习原因 不是因为我搞了个女朋友 我才不愿意想 其实那个学校就 我一说这种话 我爸妈就会 就是我说这个 学校很压抑 已经压都受不了了 我妈就会说 那学校那么多人 好几千人都受得了 为什么你受不了 我感觉 我感觉我不是受不了 但是我是把心里 就 已经压了很久的情绪 我全放出来了 夏阳 是1397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个孩子 甚至不叫一个孩子 是个成年人 25岁了 其他的孩子 都是因为 不上学的问题 而夏阳 是不上班 每天上网 网瘾的这个问题 整天上网 什么都不感兴趣 甚至连朋友都不想谈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听一听 夏阳爸爸 您是怎么样看的 我们是农村的 在外面打工 也没那么精力去管他 可能这个也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家了 一直到16岁 在外面打工以后 就是到现在了 差不多10年了 对这方面呢 我们有什么 教育孩子的方式 可能也是我们 那个方法都不对吧 我儿子走了以后 就我一个人在家里 老婆在我们那边 做保姆 就在主人家居 我做这么样一个房子 本来是想 跟家人在一起 打工的 没想到 没想到 现在是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问过他们 我说我倒是农村的 我又是孩子嘛 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又离开了他们 对不对 有没有 就是你们谈到的 那个牛手儿童的状态 那我是没办法 像他们都是有工作单位的 有技术的 有职呈的 他们的那个家庭教育模式 那应该是很好的 比我 比起我们来 那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象得到 我要用他们那一种地位 我也能做到 为什么他们的孩子 也是成了这个样子 这次加养学堂 一共六天的时间 前面三天 是我去讲这个课程 然后其一两天半呢 是首级讲师 李品宽老师 给大家去讲 我们叫我点迪品宽老师 在这个社会上 律师是需要拿证的 是这样吗 我们开车要拿驾照 我们心理咨询师 职业也要拿心理咨询师的 做爹做妈是不用拿证的 我们就这么做了 问题是就这么做了 我们就要做一辈子 似乎这个里面 不需要我们学习 就在这个角色里 要一辈子 这是我们一生 做的最长的一个角色 反而我们没有去学习 包括我们做老公老婆 也不学习就这么做了 加油 我们最后剩下十分钟 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会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人生 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想对孩子说什么 如果我在远时间 只有十分钟 我想对孩子说些什么呢 也是希望孩子 能够自力自强 能够独立的生活 能够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如果只有十分钟 我想把我自己的 这一生那个人生 心跳交给他 就是永不放弃 永不明白 交给他 我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希望他这一辈子 过得比我这一辈子 也过得好 这是我最终的一个心愿 好的定义是什么 好的定义是 可能你只要实现了你的理想 实现了你的梦想 实现了你的理想 虽然努力了 没有不留遗憾 什么样的理想 当然这个理想 就是你 可能他的选择 跟我的想法 有些还有些差别 但是我觉得 他的选择 你的理想 不是他的理想 是吧 他的理想 希望纠正 希望纠偏 所以我可以 给你一个计划 死不回拐 对吧 你刚才写的还是理想 都是你自己的理想 说的都是爸爸自己 大家看到没有 你过得累不累啊 回答我 累不累 累累累累 是不是很累 很累 谈不上 后面加一句话 后面加一句话 比较充实 我的理解 各理解 你的这个充实 是因为你一直习惯的在拉墨 他停不下来 对对对 一头驴啊 他一直在拉这个墨 一旦停下来 他又觉得很没有价值 因为这个墨 不转了 他这个模式里面 他觉得请假 这一天跟他通电话 对 他五来又我来 六天不上班 我会连工作都没有 我可以跟我哥们这样讲 我大学之前 或者上大学之后 没有喝过一杯牛奶 不知道牛奶是什么 也没有穿过一双皮鞋 可能 今天条件也不是很好吧 过了个子有点苦 但是我一 我在心里一直在 鼓励自己 一个子会 好一个子会有的 只要自己努力 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现状 把自己的那个想法 他不能 他关键是不能够沟通 武汉能够沟通就好了 我们的孩子 他就跟你们的孩子 因为你没想 因为他沟通的时候 他有迪态 12岁还没男生 因为他沟通时有迪态 你知道吗 他有迪态 他已经听不清楚了 因为他不是你 你所以去迪态 那你告诉我 他要去流浪 你同意吗 你知道武汉 去年六号 去跟参加冬考 只有两万个上高中 你知道吗 他明白 有家长啊 为什么不跟着我的观点呢 你就是非要儿子去学习 学习是唯一出路 你又不是学习 我不要儿子去学习 我就把他干什么了 还是你那个小 那你好 你告诉我 这牛道路是什么 是我把他放弃了 不上学 让他随行所欲 你告诉我 是不是这样的目的 我跟你想吧 假如他有正确的人生观 他我就 他不一定是非要去 卫尼的考量大学习 还是什么 你你觉得出动在那个文化水平 以后能够还有 还有那个学知识的人 不是 他要 你告诉我 他要不愿意的话 你非要 没有了 你上市了 你如果是一软弱 一退步 是对孩子终身的不负责任 我这样讲 不是我故事 你要分析着 他做了这个学习 这个简单的学习 他 不是你想那么容易改变呢 哎 不是 我说改变 就是说 就是我 我还是说我一个观点 哪怕有一些希望 我都要护士百分之百的努力 但是他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改变 就不会像现在 说自己这么长时间 他还不去上学了 你知道 你知道别人 跟他谈过这个问题没有呢 他会谈吗 我昨天一直就怀疑 根本没有谈上学的问题 他是没谈 他今天自己都说了 他跟孩子整个交谈是不谈学习问题的 他不谈你上学的 他不谈上学的事情 懂我意思没有 你不知道他的动态啊 他只注重什么 他是家庭 就是说小孩出了问题 都是你家庭中出了问题 影响了小孩 就是我啊 小孩的性格形成 都是你家庭成员性格 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制 我觉得有一部分有 当然一部分 不完全对 完全对 不完全对 不完全对 你听着咱 咱以前咱管的孩子的那方法都挫着的都 人家讲的那个 你不应该说什么 咱都说的孩子的 我们的儿子啊 他有人说的话 真的是超乎他那个年龄 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你们再不改的话 就像今天视频里的 如果你们再不改 我真的有可能 做出一些你们意想不到 或者是无法挽回的一些 一些过激的行动的 不解释 妈妈一般需要调整 也有可能说 在这个你们爸爸也需要调整 假如说 我不知道爸爸对这个怎么看 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呢 因为我现在呢 我是自己 没感觉到我要做什么调整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要做什么调整 如果说是 如果是说孩子提出来 我要做什么调整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存在的任何问题 其实为了这家庭我已经调整了非常多 包括以前原来说的什么大男子主业 我已经早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 我该干家务 该干家务 该干什么 干什么 我调整起来 我觉得没问题 从周则听这个家庭 就是他背后整个家族来看的话 都是在社会上做出有相当成就的 所以这个家族他们可能会有一个价值观是 他们通过他们的成就 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功 然后来体现自我的价值感 然后到这个孩子这一块来说的话 他也深深地认同了这一部分 所以他也希望他能够在某个领域 能够做出很大的成就 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的话 他的力量又不足够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他其实内在是非常自卑的 当一个人对自己感觉很糟糕 我很糟糕 我很不好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痛苦 没有谁愿意过一辈子别人的生活 哪怕这个别人是我的爸爸 所以他的就会反向形成 明白我为什么说要是在你这里的吧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 还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少了 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还你想他要去做一个流浪的歌手 要做一个背包客的四川剧 你同意吗 我想 前面我们看那个泽青 那一位小孩子 他已经跟他父母亲也发出警告 如果父母亲再不改的话 小孩子有可能做出父母亲想象不到的事情 后悔莫及的事情 那个都是小孩子 在痛苦的情况下 一直在释放出那些求救的信号 希望大人能够听得到 听得尽 他们要的就是希望大人能够听进他们内心的痛苦 因为大人都是用强势的 单方面的 我就是为你好啊 我就是要希望你怎么样啊 但是大人所要的 所爱的 不是小孩所要的 小孩所想要的 却被大人一再的否定 不尊重小孩子 他的选择 结果呢 这个冲突痛苦就一直的在 越来越严重 不过 刚才那个哲青的父亲也讲到 如果他有需要改 只要小孩子提出 有需要改 他会检讨 他会改进 你看这个对一个家长而言 也不容易来到这一步 因为 为什么会来到愿意有弹性要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吃了很多痛苦了 前面已经吃了很多痛苦 包括他还讲到 以前的大人忍族裔 现在已经被磨得没有了 所以 年轻 气盛的时候 什么高谈 扩论 什么理想 什么理想 然后自我都是 很厉害 很强势 所以如果那些 自我很强势 很厉害的 他们 如果 问我要不要 他们要不要结婚 我不会反对 因为你没有去找一个旗鼓相当的来磨练的话 你很难 很难真的柔软得下来 所以 人往往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冲突痛苦 后面才会学到要柔软 要改变自己 来 我再强调一遍 人往往都要经历很多的痛苦 后面才会想到 要学习 要改变自己 如果你在还没有经历冲突痛苦之前 你就懂得虚心学习 这个表示你的心灵品质比较高 你比较有智慧 希望能够避免很多的失败挫折痛苦 这就属于 能够慢慢有像先知先觉 这样的一种觉悟觉醒 你的人生就能够越来越顺畅 越快乐 但是大部分的人 处在不知不觉 或是后知后觉的情况 都要等到很多的冲突痛苦折磨之后 他才会想到要渐渐的柔软 要改变自己 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学到智慧 学到智慧 从主动的进化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自己 你不主动去改变 去进化的话 你会以后 你会变成 以后让很多的逆境 冲突痛苦 来折磨 来折腾 来唤醒 所以很多人认为 明明世间这么多痛苦 什么这么多对立 这个不如意 这个不如意 那是因为我们在运作的过程之中 你用很多错误的观念之间在运作 然后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一直活在自我自负的世界里面 然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 这时候呢 就会也必须要 让外境很多的冲突痛苦来唤醒 所以那些逆境那些冲突痛苦 它是你人生成长过程中 必要的经历 因为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的话 就是你在人生成长过程 你就是需要 你就是要感召那些冲突痛苦 来折腾自己 让自己不要再任性了 让自己要学到柔软 让自己要淡化自我 所以那些冲突痛苦 那些逆境 别人认为是坏是不好 但是那是你人生赶着来 要成长的痛苦的过程 因为那个自我就是不服输 很任性 所以他就必须要那些痛苦来折磨 他才会知道 原来自己 自我是这样的任性 原来自己的看法之间 是有问题的 人要如实面对自己 要承认自己有问题 要愿意虚心学习 不容易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悟性的问题 如果你悟性越高 你就会主动的虚心学习 见显思起 见不显内自省 这是悟性比较高 你悟性比较差 后知后觉的 你就要让很多冲突痛苦来折磨 你如果个性很强悍 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彪悍的对象来折磨你 如果你主宰欲很强 就会赶着来跟你对抗 对立的小孩子 那个都是要来唤醒 唤醒我们自己 所以不要认为那是坏 那是逆境 那是坏 因为这是你成长过程中 必要的经历 能不能避免 可以的 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虚心学习 我们真的愿意改变柔软心虚心学习 愿意见显思起 你那些就可以避免掉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以别人的成败 来作为我们的借境 从中检讨改进 这是悟性比较高 如果你悟性比较差 或是不知不觉 你就要用自己的惨性比较高 作为别人的教材 所以我都跟大家勉励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有一颗保存一颗赤子之心 我们能够随时都是虚心学习 见显思起 见不显内自省 随时一颗虚心学习 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 多看别人的优点 看看别人怎么样得到幸福 得到快乐 看看别人为什么冲突痛苦不断 找出别人的原因 也从我们身上找出原因 就可以避免我们在那里重蹈覆辙回 所以佛教包括老子 都是希望我们要学到高等的智慧 而你要学到高等的智慧 真的我们随时就是要有一颗虚心学习的心 好 今天就探讨到这里 OK 明天还有我们继续来探讨 怎么样 对啊 怎么样 因为他还有第三集 第二集还有部分 第三集还有 你们看这些觉得怎么样 我们也很感恩这些家长跟学生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过程 让央视来制作 然后可以作为一些参考教材 也很感恩他们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越来家庭和谐幸福 而透过他们过去冲突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也可以让很多家庭能够可以让很多家长来做很好的教材 可以让很多家长来做很好的教材 不要一昧的怪我们的小孩子不好叛逆 大人要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 大人要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要知道真的 小孩子的问题 一大半以上是来自于家长造成的问题 所以真的 从我们家长改变起 像我们有些学员一样 有类似这个镜中里面的一些情况 但是当他学习了我们一些课程之后 再来呢 当父亲的大人人主义的 当他学了这些课程之后 他回去跟他的小孩子道歉 他回去就跟他的小孩子道歉 结果这一道歉之后 把家庭里面亲子之间的鸿沟冷漠 很快的就化解了 再来 父子之间就像兄弟 就像兄弟 父亲懂得尊重小孩子 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大男人主义 一直要拽着他 所以这方面真的 小孩子在学习 在成长 大人也需要学习 也需要成长 好 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 家庭幸福 美满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